一个短篇话让我们了解一下 您不觉得我也挺招人心疼的吗 我保证今晚让你最喜欢的那个陪你 真的吗 不用了 好呀好呀 不用了 好呀好呀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 继续吧 继继续 给我记住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摘下来 松韵姐除了这个以家人之名的 还有一部新剧上线 那就是锦衣之家 那接下来先有请锦衣之家的主演 任嘉伦擅长 掌声有请 好有请锦衣之下的主演 任嘉伦 欢迎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任嘉伦 来都来了还客气还带啥礼物呢 我带的这两个东西 给我吧 谢谢谢谢 我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对我们锦衣之下 整个剧组来说都是 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就带到台上来了 来其实我们镜头可以给细节一点啊 这个就是我们剧中比较重要的两个物件 对不对 我看上面有雕刻 对 它第一个盒子里 要拿过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对 谢谢谢谢 它第一个盒子里面是 是一个手链 这个手链 这个手链 因为我在 因为我在《行星之下》里面演的事情 因为路易 所以这个手链是我妈妈的一个遗物 然后对我来说 把这个手链交给谁 就相当于我认定她一辈子要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在戏里 路易把这个手链交给了惊吓 特别有意义 好那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里面呢就是 OK 两个 是两个腰牌 一个是我的 一个是 惊吓的 对 惊吓的 对 锦衣卫的腰牌是不是 对 我的是锦衣卫的腰牌 然后 因为在戏里的时候 任何人看到路易 任何人看到这个牌子 大家都会很害怕 所以这个也代表着我们的身份吧 就是剧里的人看到你们会很害怕 但实际上呢 为我们女主还是很暖的 对不对 所以分享一个在剧中对我们女主做过最暖心的事情 最暖心的事情 路易呢 她是一个内心非常冷 面无表情 她很多的心理活动都不会让任何人看出来的一个人 一般她在打伞的时候 她都会自己打自己的 不会给任何人打 所以呢 在有一次 有一场戏就是在路易和金夏一起打伞走的时候 在路易这个性格之下 她把伞都打给了金夏 然后自己的半个身子都被雨淋着 这代表了她内心其实已经被金夏感化了 霸道总裁也有柔情的一面 对 因为金夏 所以她变了 好 谢谢嘉伦 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松韵对即将播出的新剧有什么样的期待 因为我也经常看这个超话啊 我就看见里面 锦衣之下的粉丝们他们好像有一个称呼叫锦衣女孩 然后后来就变成了锦衣奶奶 然后再到后来就变成了锦衣祖宗 就是因为这个拍摄 他们就很期待这个戏上 所以他们的期待值就越来越长大 越来越长大 就是说快点出吧 我们等到花都谢了是不是 对 所以我也是 我们自己也很期待这部剧上 那我就喊个话啊 期待 锦衣 赶紧 收拾成 今年应该就会上映 好 在此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在落座休息 谢谢 谢谢